OK 收拾完了 待会把东西拿出去编一下服条 他们这个地方好像没有做早餐的 没有做早餐的话我这边有一些炙热米饭 然后去那个葬餐馆用热水热一下 就做成了一份粥 然后再吃一份葬面 那边买了一份泡面 泡面的话因为最近一个礼拜都在这个地方 但是距离杨瓦井爬那边冰村的话稍微有点远 可能会在村子里面扎营 然后会买一些泡面吃 浪费了 来 用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把伏条修好了 压盘掉了几个螺丝 头痛 去前面这个超市把东西给拿走 我不知道昨天这个小屋可以充电 要是知道可以充电的话 昨天所有东西都在这边充了 现在已经弄完了可以走了 羊八井这边主要是以温泉为主 所以我就买了10个鸡蛋 不知道能不能把鸡蛋给煮熟 天老板娘是可以说可以煮熟的 然后买了一包天茶粉 400克 这个天茶粉能够喝半个月了 现在已经村羊八井正出来了 我感觉我撞在风口上了 昨天逆风今天逆风 整个拉萨我估计没有比羊八井 逆风更严重的地方 前方那个地方就是羊八井的地热发电站 想要去那一处野温泉的话 必须这个路口左拐 就是去西藏预托羊八井温泉抗中心这条路 这是什么情况 我下车好像到了一个行动车了 已经来到河新区了 地热的水温大于70度 这边的温泉出水口好多呀 看一下 这边就是一处 卧槽好烫 我车上有一些鸡蛋 他们说15分钟可以走熟 我试一下15分钟看一下能不能把鸡蛋给烫熟 就在这个地方了 哎呀 15分钟啊 我怕不太熟 所以煮了20分钟 20分钟以后看一下这个鸡蛋熟了没 我打赌这边鸡蛋熟的几率 80% 所以刚才多放了几个鸡蛋 先捞出了一个 哎呀 哦 哇 看好啊 哎 哦 还是有点加深的 虽然是加深的但不能浪费 这个温泉煮的这个蛋偏黄 上面那个蛋黄被我给吸溜掉了 你喝那个鸡蛋糕差不多 剩下的这几个不管它了就要煮吧 我要去下面先看一下温泉 这边温泉水的温度过高 这个水的温度过低 我想抛一下脚 跟说往下走有一道 逆风太大了 走吧 据说前面有个滋留景 你不知道在哪 终于到这个河边了 这条河名字要涨不起 看这河旁边这一弯水潭像不像一个新 这会儿风太大了 看一下这条河漂亮吧 绿油油的跟个盐湖似的 但是很抱歉告诉你们 因为这个河里面有冲击的泥沙 就在这个地方 结果被本地人给挖了 挖了以后盖房了 所以这块开始撒话 看一下对面 因为一沙话过后 只要一刮风 全部是沙沉仰天的 看一下刚才那个飞的 那是两个大雁 那边一二三四个龙箭峰的 希望越大 失望也就越大 这句话就是用来说我的 这边的河边没有温泉 我是看昨天的旅游导览图说这河边有温泉 以及他们本地人说这边河边也是有温泉的 结果 没有 看一下这天 变脸变得快不快 已经到单车这了 七二单车往前走 那个鸡蛋差不多煮了三个多小时了 看下煮的鸡蛋也没有煮熟 这个地方就是羊八景 蓝色天国这个景区 泡个温泉收费158 昨天没进去 今天也不打人进去 但是这个无人机 我觉得无人机飞一下 带你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为什么要收费158 它上面有一个是圆八景低热发电厂 那也是一厂二厂在这 顺便这两个地方一块带你们看一下 这个蓝色天国说白的就是一厨温泉 里面呢就是刚才我旁边是我们带你们看到的 不理解 幸好没进去 这就是刚才煮鸡蛋的地方 看一下鸡蛋煮了三个小时熟了没 哎呀我去 哇有一个烂了 好烫啊 我现在已经把鸡蛋捞出来了 五个鸡蛋提前吃了一个 另外两个煮烂了 一个手开不了我先用 好 煮熟了看 看 煮了三个小时是煮熟了 这另外三个的蛋壳就放这了 看一下鸡蛋壳是可以自动降解的 吃了三个还剩下俩 因为那三个都是煮烂的 这个鸡蛋跟鸡蛋糕一样特别特别的嫩 蓝色天国跟羊八景温泉 它中间有一条水泥路被压烂的 这块区就是地月群 这块区域都是 羊八景据说有100多处温泉 那边算一处 只要带这个口的你看前面那个地方也算一处 这边好几处一般带门的地方 带房子的地方就说明附近有温泉 刚才没温泉口在这 这边还有一处温泉口 如果这边积了管 水流向第二个地月发电厂了 看一下 这个地方都盖化了 我操 好烫啊 但是这个景好像是奋景 因为这连接口看到没 连接口是断开的 看一下这个池子漂亮吗 这个池子是红色的 然后这个路边是绿色的 这边都是温泉池 因为温泉里面含有各种各样的矿物质 喷发出来以后 就把这块温泉田 盖化掉了 在杨玛景这边 想要找点热的温泉 去看那个牌子 一般有那个牌子 就是热的温泉 在附近 看吗 这些温泉还冒着热气呢 我找了那么久 找到温泉应该是这里出温泉 可以洗澡的 我摸一下水 哇 好爽啊 50度左右 下面还有两个池子 那边是一个温泉池 这是两个灯口池 这两个池水的温度都可以 都特别特别适合泡温泉 我要把车推过来 晚上在这个地方录影 最近这边天气不是太好 阴沉沉的 看一下头上全部都是云 我查了一下天气预报 三天以后会连续出现三天的晴天 所以这两三天先休息休息 就不爬冰川了 找到哪边好玩的地方就直接休息 然后休息完以后 等到接下来三天连续的晴天 可能会连续爬三天的冰川 一天最少爬一个 多的话可能一天爬俩 该区域为地表资源表现区 地表存在塌陷 高温地热 喷发 溢出等地质灾害 这风好像从那边来的 这个墙至少能堵一面风 现在优先先把帐篷给搭起来 搭起来后要拉下风绳 OK 看一下那边是雪 暴风雪来了 这是一个温泉 这是两个温泉池 这两个温泉池特别 一是那边的台阶看到没 那边有个台阶可以下去 这边有个台阶可以下去 帐篷已经扎好了 在这边扎营一定要防风 所以我把风绳拉得特别的紧 地钉定不上去了 只能拉四个这个 看一下帐篷里面 两个睡袋 这个帐篷可以盖单被子用 那边东西压的 还有一堆吃的 哦 先抛一下脚 哇 这水好舒服啊 哎呀 这边原来应该是有房子的 如果可能是因为破坏生态了 所以这房子给拆了 泡了二十多分钟 这个水温现在泡澡好舒服好舒服 但是我怕我待会泡完澡以后出来 大概率会动高反 所以就不泡了